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多个部门4月30号确认 该州位于卡农城的土地管理局设施内爆发马流感疫情 截至到4月29号已经造成了102匹临时圈养的野马死亡 初步的调查显示病毒毒株被H3N8压形 本次马流感疫情于4月23号爆发 死亡的野马来自同一种群 这群野马在去年一次大规模伤火后失去栖息地 随后由科罗拉多州土地管理局临时圈养 它们中约40%至60%出现发热 流鼻涕和咳嗽症状 设施中其他种群的马中约20%也出现类似症状 根据科罗拉多州多个部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 在对马匹尸检中发现以严重肺水肿和出血为特征的肺炎 州政府正与美国农业部合作 对出现马流感疫情的设施采取隔离和消毒措施 并妥善处理死亡马匹 科罗拉多州土地管理局表示 H3N8压形流感病毒在野马和加马中并不罕见 此次马流感疫情与最近在美国多地爆发的禽流感无关 据了解 马流感是一种高传染性呼吸道疾病 可导致马身体虚弱甚至死亡 母亲自身体虚弱 马常事亡